我們快要再把達倫的這個想法再講一遍 就是變異一定要有不同 沒有不同就沒得選擇 然後接下來呢 生物反而就有去奔到它的生殖性能 奔到它的生物潛力 所以就會有很多的個地方 那但是呢 這邊找到我們資源有限 所以資源如果無限 那原則上演化也不會明顯 可是資源常常是有限的 飲水啊 食物啊 棲息的空間啊 廢物被移除的效率啊 還有交配有對象 所以其實環境是有限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辦 無盡天責啊 對不對 那誰會活下來 誰會活下來 大家覺得誰會活下來 今天如果動物跑得快 跳得高 長得帥 你覺得誰是試者 結果呢 怎麼樣比辦試者 它的標準竟然是在於誰的子在多 後代過的就是試者 長得帥 跑得快 跳得高 只是讓你容易繁殖 而且容易有後代 所以真正的試者是什麼 所以試者生存的重點 是可繁殖 而不試者淘汰的意義 是在於沒後代 所以你被淘汰了 表示你的性狀 你的基因沒有被幫助下來 而你活下來 就表示你可以繁殖 那你的後代就會像你 不像你的怎麼辦 但一樣會被淘汰 所以生物會突變 產生各種的變異 而環境來做篩選 保留出適合環境的試者 就是如此的 就是如此的 所以這個 試者生存可繁殖 不試者淘汰沒後代 所以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我想待會兒的理念 國大精神 我們就很簡單的 把他做一點微大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了 好